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其实也只剩下两年多了 那么通常人民富裕了 第一个反应的是在饮食上 台湾许多人喜欢吃日本拉面 但这位日本老兄却认为 兰州拉面才是他朝思暮想的首选 他千里跋涉三顾茅庐 前往大陆兰州拜师 那么让从不传外人的 中华老字号马子路牛肉面 也被他的诚意打动 破例收他为徒 经过苦练之后 现在他终于出师了 今年8月在热闹的东京街头开店 立刻吸引了大批涛客大牌长龙 还常常因为生意太好 汤头卖光了 而不得不提早打烊 中华老字号马子路牛肉面 首度进军国际 而且还是在拉面竞争激烈的日本 究竟有没有失场 光看人潮 就很给力 我们是在拉西亚 我们听到这个热门 在网友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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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只想试试 非常美味 从上海的大伙子感到最熟的 非常美味 总体来说 这个所有的味道都非常合适 感觉这样的东西 只能在国内吃到 没想到在日本也吃到 我应该感动的 在中国大陆 要吃碗地道的兰州拉面 拥有百年历史的马子路 是许多老韬们的首选 不论汤头 面条还是牛肉片 再加上特制辣椒油 都是一绝 但这一家从不传外人的百年老字号 海外第一间分店 大厨却是日本人 金野烈与金的两人 原来是北京留学时同窗 回到日本后 每天朝思暮想的 就是在北京吃到的兰州拉面 但这记忆中的好味道 却在日本怎么样都找不到 决定干脆自己开店 满足对兰州拉面的想念 两人飞到了兰州 却始终不得启蒙而入 最后请到日本使馆牵线 才终于见到了 马子路第三代船人 直到2015年的时候 我们正式见面 因为考虑到方方面面 因为有这个商业秘密 而且就是 反正是很多顾虑吧 好不容易见到了 马子路船人 却依旧被拘于门外 金野烈与敬腾并免灰心 之后人专程从日本飞到兰州 什么也不做就是吃面 最多一天还吃了六碗面 见面三分情 让拜师心愿终于出现了机会 他的真诚慢慢慢慢打动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说是 收他为徒也好 收他当学员也好 然后就促成这件事 三顾忙碌中有了圆满的结果 双方决定有体格较好的轻点列 学习拉面技术 但爱吃拉面与会做拉面 毕竟人是两件事 金野烈就能加倍努力 希望让梦想尽快实现 好 现在揉 我们是早上五点半左右上班 下班以后他就自己买的面粉 买的拉面剂什么 他回宾馆 自己在宾馆又练习了 一天当两天用 不停揉面拉面的学徒时光 终于让青野烈学成出师 进而也让马丁同意 由青野烈与静腾两人 在东京开设马子路牛肉面 第一间海外分店 今天有充分地在这里 所以一天一天 开幕至今 每天上午11点开门 常常下午三四点不到 就卖完打烊的忙碌景象 让青野烈与静腾的梦想拉面店 有了当初想象不到的开始 如今他们不仅每天 可以吃到钟爱的味道 更可将自己所爱 分享给家乡同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